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所周知 巴黎是艺术 时尚之都 是世界上最美丽 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然而谁又想到 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 巴黎却被人称为肮脏地狱 这里人间稠密 道路狭窄 污水横流 是一个毫无规划的中世纪城市 而这种无规划 不仅滋生出贫困 饥饿 犯罪与疾病 还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怪态 接累暴动 在旧城改造前 巴黎道路成环广分布 街头拐角 窄向特别多 而狭窄的道路和拐角 为暴民们修筑接累提供的方便 所谓接累 就是用砖石 沙袋 车辆等杂物 修筑的战斗障碍物 如果大家看了电影《悲惨世界》 恐怕会对这种接累印象深刻 虽然这种接累十分简陋 但它们修筑简陋 只要占据交通要道 就能将镇压起义的敌人分割包围 让其寸步难行 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巴黎就已经出现了接累 1789年 巴黎市民为了反对国王的增税政策 发动大规模起义 攻击巴士抵御 为了阻止前来镇压的法军 市民们在城市内四处修筑接累 并用枪炮到处截击敌军 有效地辞职了敌军 并赢得了起义的胜利 然而 接累政治并没有随起义成功而退出历史舞台 反而成愈演愈烈之势 当时巴黎城内派系林立 几乎每个派别都修筑了自己的接累 他们利用这些简陋的攻势相互攻击 又酿成了三次大规模的暴动 在暴动中 无数巴黎市民人头落地 政权反复更迭 给法国造成了极大混乱 当时 宝王党正在法国国内四处作乱 而英国 奥地利 普鲁士 沙俄等列强 正在法国境外虎视眈眈 因接累政治引发的内讧 严重危害了法国政令的统一 也使前方法军履次败给外敌 为了破除接累政治 当时的政治新兴 拿破仑站了出来 1795年5月 宝王党人利用巴黎市民 对热越政府的不满 发动大规模暴动 力图恢复波旁王市 暴民们四处修筑接累 试图绞杀新生的革命政权 然而拿破仑当机立断 直接拉出了四十门大炮 毫不留情的猛轰暴民的接累 仅一个小时 遍布巴黎的接累几乎全部被毁 而叹乱也遭到了镇压 从此以后 火炮变成了镇压接累暴动的最佳武器 拿破仑覆灭后 接累暴动仍不时在巴黎爆发 1832年 1834年 1848年 巴黎市民多次发动暴动 他们再次修筑接累 让复辟的波旁王室 后继的奥尔良王朝先后倒台 经过频繁的叛乱 法国政府一时到解决巴黎接累暴乱 已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 十九世纪中期 拿破仑的侄子 拿破仑三世取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重建法兰西帝国 为了防止巴黎市民暴动 拿破仑三世决定对巴黎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造 他将这个巨大的任务 交给了被称为蛇防大师的奥斯曼 从1853年到1872年 曾经臃肿 狭窄的巴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奥斯曼利用拿破仑三世的权威 在巴黎市内大兴土木 强拆了大量民房 扩建了多条主干岛 到了1870年 巴黎改造大体完成 将此城柔狭窄 肮脏的地狱 变为由宽阔的林荫大岛 笔直的放射状道路 星形交叉路口构建的美丽之城 奥斯曼的绝妙规划部 仅让巴黎变得更美 也让积累暴动从此消失 狭窄拐弯的道路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宽阔笔直的道路 让积累的修筑变得十分困难 而镇压暴动的马队 却可利用道路迅速赶到现场 此外 笔直的道路也方便大炮的轰击 对此 奥斯曼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 炮弹是不懂又拐弯的 从此以后 巴黎的接累政治 再也难以成绩后 1870年 法国发生巴黎公社起义 他们勉强修筑累 试图抵挡西伊尔政府军的进攻 然而宽阔的道路 是武器低劣的公社战士 抵挡不住敌方大炮的轰击 最终惨遭失败 如今巴黎盛民仍像二百年前那样勇敢好斗 但是美丽的巴黎城 却不像二百年前那样站在他们一边 等待着他们的僵尸怎样的结局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